現在呢,您可以進到這個群組這邊來 群組這邊,我們現在這個是加入的,對不對? 那我可以建立自己的,按一個建立 好,一樣,你給他一個名稱 建立 有沒有,進來什麼都是空的 都是空的,沒有關係 訊息就是我們講的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那你先看右手邊這個任務裡面 好,現在都沒有,你就來這邊新增任務 像一般來說,如果是延期的課程 我可能就是像給各位看的這樣 像這樣,有沒有 但是如果是一般性的課程 我可能就第一週、第二週、第三週、第四週 有不同的進度 那這樣就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那我們來看看,如果說你是這樣建立 好,假設第一週 OK,這是所謂的任務名稱 任務名稱,那您下面這裡 就有三種 三種怎麼樣 可以建立教材的方法 第一種 選取單元就是 您可以從剛剛您所訂閱的 或所建立的 這些什麼 資料裡面去找 你看我點開選取單元 按一下 一個叫複製,一個叫引用 差別在哪裡 您還記得我們剛剛在建立這個教材的時候 有沒有設定所謂的完成指標 如果您用複製的 您用複製的 它可以再修改那個完成指標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有這種情形 就是不同班級進度不一樣 因為程度不同 所以也許某一班我進度高 就是那個完成指標高一點 有的可能稍微低一點 好,那如果您是引用 就表示,我就依原本教材的那個方式 叫進來就好 就不做更改 這樣您了解兩個差別 所以我先用這個 引用給您看一下 有沒有進來的 有沒有發現後面不能修改 但是呢 如果您用的是所謂的 這個 加這個 好,加入 假設我是複製的 有沒有發現可以進來改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 您就可以按新增 那預設呢 這個新增了 有沒有發現還是鎖頭 表示說我還沒有公開 您如果真的要公開給同學 我就開放就好了 好,那他們就可以像這樣去做學習 所以您剛剛一進來 我們那個群組就是這樣做好的 因為 像以我的資料來講 我大部分都是 都已經都整理好了 如果他們一進來 就給他 啪啊 18週通通給他 他就直接退學了 對不對 我們慢慢的餵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給您看一下我平常的 在這邊 我們要人性化一點 對不對 不能太狠 所以我在這邊爬 叉叉 取消一下 您看一下 我給您看我其他群組的 像這個 這邊好了 這是在學校的 點進來 你看 你看我哪一 我都會先公告 下個禮拜要上什麼內容 做的範例是什麼 會像這樣 然後呢 上完課 馬上就上課錄影片 上課錄影片 我就會先公告的 有沒有,每一周我要上什麼 都會先公告 對不對 那同學回去有沒有看 老師應該知道嘛 剛剛有看過的 像這個 昨天才公佈 應該不可能看 這個是這個禮拜上的 有沒有看到這個 同學有沒有看 看的情形 你看這個還沒過的 我是馬上就知道了 這樣老師您了解那個概念 因為我們不是要說去監控他 我們重點是什麼 師生之間的資訊要多交流 所以我這個都有公開喔 不是只有我看的到 老師也一樣 等一下你可以設定喔 在這個任務裡面 你看我有44個有沒有 可是我沒有全部馬上都公開 我有後面的11週還沒到 我有先鎖起來 我先鎖起來 所以我在這個任務裡面 您看到這裡 設定 有沒有都全部公開 所以同學也可以看到跟我一樣的資訊 一樣的資訊 所以如果你想要公開 你就把這個地方公開 這樣就可以了 那回到我們剛剛這邊來 就是像這樣 您到任務裡面 設定 預設只是不公開 預設只是不公開 這樣老師有沒有發現 群組怎麼弄呢 這任務 如果你有第二週第三週 一樣就再增加進來 比如說第二週 第二週的課程 一樣的 看您的內容 我們剛剛是不是從 已經建立的或訂閱的找 那還有一種是什麼 你雖然沒有訂閱 可是它有公開 哪裡有公開 是不是在發現裡面 本來就公開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透過搜尋 雖然我知道沒有 比如說我知道 剛剛有講過這一篇 有沒有用關鍵字也可以找 對不對 點一下 確認一下 政治標記之後 好加入 對不對 引用還是複製 這樣是不是也可以 好也可以 所以不一定說一定要訂閱 或建立自己的 只是 如果教台多 訂閱跟建立是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不見得每個關鍵字 你都記得 好 那再來是什麼 臨時性的 比如說這班的測驗 我就給這班就好了 其他班用不到 我就按建立單元 有沒有發現 看起來好像 一模一樣 沒錯吧 但是這裡有一個小的限制 應該說兩個限制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 我們如果透過標準課程的方式 剛剛不是有在影片裡面出題嗎 那如果你是這種臨時性的 目前在群組裡面是沒有辦法出題目的 你可以做影片 影片還可以是進來 但是不能出題目 第二個 因為這些既然是臨時性的 就表示教材並不是統一管理 也就是每個都是獨立的 所以以後如果的教材有更新的時候 那你就必須一個一個去更新 不能像我們剛剛說我課程一更新的 所有群組裡面使用的全部一起更新 這樣您了解那個概念 不過說真的 如果您的教材是來自雲端硬碟 請問有沒有差 沒有差 雲端硬碟更新 我也是連到那裡啊 這樣是不是還是教材統一管理 所以這個部分就看您的需求 所以您一進來之後 它總共有像這樣子 有這麼多種增加的方法 您可以自行選擇 自行選擇 那如果你今天第一週上完了 第二週 那繼續上下去 那不是越來越長嗎 像我這邊 你看這裡 有沒有這麼長 可是 你一進教室就叫它請跳到第九週 它想說我日本就不去了 不行 所以您可以用一個什麼 置頂的功能 有沒有看到有個置頂 這一週要上的請放在上面 這樣是不是上完課 就讓它掉下去就好了 那就可以照原本的紀錄方式 繼續用 當然如果你不是 原本是真的順序錯了 您可以怎麼樣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任務 第一週第二週錯了 我就按著 有沒有可以調整 嘿 你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這裡不能調 但是沒關係 任務這邊是比較完整的功能 點進去 你可以做編輯 也可以調整順序 這樣OK嗎 嘿 可以像這樣子 您就可以很快的 把您的這些課程內容做好 那我把畫面還給您喔 您可以稍微試看看 先到群組裡面建立一個新的